有個黑人啊,這樣啊 然後就被FB帳號封掉 大家新年快樂 看我多認真 過新年還開直播跟大家說新年快樂 大家都有返回故鄉過年嗎 本來沒有想要播的 結果今天剛好有空 因為那個我車停在路邊 然後在等待某個人 所以我有一點時間可以開個直播 我跟大家拜個年好不好 今天應該是小年夜吧對不對 新年快樂 我應該明天就會下去台中了 今天還在台北 米漿顧入了 沒有,沒有在顧入了 可是我上個禮拜 有收到一個網友的訊息 他說他在我買這一台218GC之後 緊接著他就去訂了 他看了我的影片之後就去訂了 結果沒想要他更屌 他開兩千就丟家了 他開兩千就丟家了 他跟我說他開兩千 車就拖去拖駕場 然後發生故障的原因跟狀況 跟我的一模一樣 然後他說原廠說要換一顆新的電腦給他 可是要等材料要等一個月 所以他就先在過年前先把車牽回來了 然後他發生那個故障的狀況 跟我都一模一樣 好不好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個例嘛 然後過年的時候我們的影片都是依照往常的上片 禮拜二、禮拜三、禮拜五、禮拜天都會有 現在南港人車少很多 對啊!我在南港啊 我現在車停在南港的路邊 剛好在等我老婆啦 所以剛好有一點時間可以開直播跟大家聊一下 把天竹鼠車車開上路不會被攔下來嗎? 應該會吧 其實要開出去的時候有點掙扎啦 反正現在線上三百多人嘛 我覺得聊一聊應該沒什麼 我本來有去這個警察局去申請 他說就算你申請了 開上路之後只要有人檢舉他們還是會開罰單 所以他說那既然都是遇到都會開罰單 那就乾脆不要申請 分局是這樣跟我們講啦 不知道這個是對不對的行為 可是的確我們有去相關單位問過啦 94年雅各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嗎? 所有地方都要注意啊 你全部的耗材你都得檢查一遍啊 尤其是那個老車嘛 老車一定要注意水系統、散熱系統 欸你們到底有沒有去註冊那個 clubhouse啊 我以後追蹤人數夠多 想要在上面可以開一個聊天室 大家聊天 clubhouse還蠻好玩的耶 其實可以大家在上面聊聊天 然後比較不像我們這種直播 都是我一個人在那邊講話 然後只能看你們的文字 安卓不能用 啊我也沒辦法啊 我是覺得還蠻有趣、蠻好玩的 就大家在上面可以聊聊天啊 然後打打屁啊 然後有時候聽別人聊天也蠻有意思的 沒有邀請我 我怎麼知道那麼多人 我想要邀請啊 你就那個啊 朋友周遭的互相推薦一下 應該就ok了啊 那停在路邊開直播也是蠻有趣的喔 周遭朋友互相推薦一下啦 我也沒有邀請罵給你們啊 10左右的金米大概多少錢? 欸金米我很少賣耶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原因好不好 竟然有人問了 金米我以前賣過幾台 我覺得金米對我來說 我真的不太喜歡那個車子 因為那個車很小台 然後隔音很差 然後輪噪聲音很大 然後車子也沒什麼力 吹起來轟轟轟轟轟 整台車好像要爆炸 像戰車一樣 然後風切聲什麼 然後彈跳也很大 我知道有一些死中的族群很喜歡金米的車 可是我真的對那個車無法愛上 所以我之後就不太習慣去賣那個車 不過10年我猜想應該是20幾萬 你停在路邊直播 對啊 我停在路邊直播啊 沒有啦 就那個停車格啦 停車格啦 我停在停車格裡面 我瞧一下這個角度 這樣朦朧美也是不錯啊對不對 黑黑這樣也是不錯啊 欸!欸! 這樣也不會再打光的感覺 皮膚 皮膚整個都好起來 呵呵呵 好今天開這個直播啦 迪賽跟大家問個新年快樂好不好 祝福大家明年都更好更棒 小師哥現在坐在218 對我坐在218上面 今年過年喔 很多車 不知道要開哪一台過年 那就開218 喔218我最近還發生了一個 一個事情 我覺得還蠻 蠻有爭議的喔 不知道有沒有人聽 聽說那個之前那個 Toyota的事件有沒有 好像說這個 呃 半年沒有回 Toyota 保養 然後 Toyota就跟他講說這個 保固會失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新聞 218 現在218這個 我覺得 這種個資法 這種問題很討厭 我的218 之前 大概在 兩個禮拜前 八千多公里的時候 然後亮了保養燈 他跟我說 欸! 請進速找時間回原廠去保養 然後我一直 因為我也很少開嘛 因為我前一陣子都開 在試車 不然就是在開手排的SWIFT對不對 所以218其實我也沒特別去保養 我想說 因為過年前 那個人也很多 等過完年後再去保養就好 那我就一直放著 後來一直到過年前兩三天吧 接到原廠 客服打來 說欸! 事先我們有這個 我們的電腦 有收到你車子發送回傳給我們的資訊說 你的車子的這個保養時間到了 那請你趕快這個約時間回來保養 我說喔好 那我在跟業務約這樣 那事先我可能現在要跟你約一下喔 看是這個 你什麼時候開工 我說我2月22號開工 好那2324你哪一天有空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嘛 我就覺得 我就跟他講 我在跟業務約就好啦 他就說喔沒有喔 事先你這個如果你沒有回來的話 可能這個保固會失效喔 我說欸! 奇怪我才8000多而已 那不是1萬保養嗎 事先沒有我們現在的保養不是依照的里程喔 我們是依照車子發出來的訊號 然後會通知我們這個原廠 那是以車子通知為主 不是以什麼 什麼5千1萬2萬為主 然後我說喔好那沒關係 那我知道那我過完年再跟業務約 反正喔我只是覺得說 第一個我覺得很奇怪一個點 就是說我覺得車子不定時會把所有的訊號跟消息 甚至你的位置喔發送回原廠 我就覺得這感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我當然我不知道這可不可以關掉了也許可以啦 我覺得應該是不能關掉 因為這個車子它本身會一直發訊號回去原廠 你做了對這台車做了什麼事情啊之類的喔 第二件事情是保固失效這件事情 好像說車子通知了我不回去那之後就沒有保固 那當然這個東西我覺得看原廠的說法怎麼說嘛 我今天當然我自己花錢買的東西 我不可能故意把它弄壞對不對 那我只是想說遲一點回去保養而已 可是感覺會有一點那種威脅啊 還是情緒勒索的那種表示方式 意思就是說這個你如果沒有按表操課的話 那我們保固以後會有保固的爭議喔 保固會有失效喔 那就會覺得說怪怪的啦 我覺得怪怪的啦 反正我之前也講過啦 反正有時候這個原廠的保固守則啊 不管新車二手車啊 其實就是照當初合約表定的規則下去走 對啊如果不能接受你就不要讓它保固啊 我是這樣覺得啦 那我不知道說這樣是合不合理的啦 那當然我自己在賣車 在我的理解本來就是應該給一個規則啦 你多久要保養 要不然你都一直不換油對不對 你都不回來換油 結果開到引擎燒掉 你才回來要保固也是怪怪的 反正這個跟大家分享我最近遇到的這種事情 那我心裡在想說最近那個 Toyota的事情才吵得沸沸揚揚 他怎麼還敢這樣子去說 喔沒有保固這件事情 我只是覺得這樣子講有點奇怪啦 所以你看未來是不是有可能會像那個 之前玩命關頭一樣 他可以用AI去控制所有的車 從停車場飛奔出來有沒有 吊著滿地都是車子有沒有 之前影片進化論隔音膠條介紹 我有去裝 其實我們蠻多消費者看了 我們的影片都有去裝 目前反饋起來覺得 大家反應是覺得都還不錯啦 不會啦其實我們有時候 我們幫忙介紹很多的廠家 不管是有償無償的 我都會多多少少有一些過濾啦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本身我也回絕掉很多廠商 有償的 就可能要付費叫我們幫他打廣告啊等等的 那事實上有一些我覺得評估起來怪怪的 或是我覺得產品本身說服力不是很夠的 基本上其實我們都沒有接都會委婉的推掉比較多啦 像我舉例之前有一個汽車蠟的 他是噴蠟的 那就一直想要找我們 我就一直很委婉的拒絕他 因為我自己本身試過看過以後我覺得那個產品 他賣加上他賣的價錢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說服力 有時候業配這種東西 介紹這種東西我覺得對我來說錢不是重點 真的我們有很多是無償的 沒有收錢的 我覺得那個收錢也沒多少錢 那我們自己辛辛苦苦的一個信用或是招牌 然後為了那個一點點錢 然後去幫人家介紹一個爛東西 我覺得良心也不太過意的去 我就一直跟大家分享我是很愛面子的人 所以為什麼一直跟大家講說我不再幫人家介紹修理場 就是因為我之前幫人家介紹過修理場 那我講過了我跟那個老闆認識20年 我們都覺得對方很好相處 我們很談的來 但是不代表我介紹給你之後你跟他談的來 所以之前就是有發生過一些 摸摸的事情 可能他去了 他說小師哥我開Lazos 那你幫我介紹 我說Lazos我們那個 哪裡哪裡的很厲害啊 你就去又便宜 他說我回原廠覺得太貴了 我說喔好你覺得太貴 那我介紹一個這個原廠出來的 技術很不錯那便宜 好跟我認識20年了 介紹給你 然後去也一回 喔小師哥我覺得那個 你還沒有別煎 我覺得那個師傅 這個 比較偷行啦 講話 講得比較委婉是比較偷行 那感覺就是好像講說 我覺得師傅好像比較Local一點 沒水準 地方也覺得髒髒的不舒服這樣 我說那你就回原廠就好啦 對不對 你要舒服有舒服的錢 你要哈根大使 你要厚片吐司 要咖啡要休息室 有雜誌可以看 那你就要付出相應的錢 那你又嫌貴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沒有從中獲得任何的好處 那把人家介紹 然後又被人家這樣講 會覺得不太舒服 我就講了 其實有時候幫大家介紹一些東西 不是說拿了多少錢 或是一定說因為錢而去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我一定有試用過 然後像例如說 之前也有一個募資的吼 他就是有來邀請我們 他是在做那個手錶的 他就比如說 募資個三百萬吼 大家都知道那個募資平台嘛 他就先給你一個藍圖對不對 我們有做出幾種手錶 那你們可以買 一支多少錢 五千八千一萬 然後等我們募資到三百萬 還幾百萬之後 我們就開始下去製作 有沒有 那那個像這種我也回絕掉了嘛 因為不是啊 因為萬一募資募資 你跑掉怎麼辦 我之前也有一些這個朋友 看到網路上一些募資的廣告 然後就跟著大家去募資 我覺得那產品很棒 結果到最後募完了 結果咧 不見了 就是不見了 東西都沒拿到 連那個網頁都不見了 所以那個像那種募資平台 我也是有拒絕掉 反正拒絕都蠻多的啦 拒絕過蠻多的啦 包括連二手車網站都有來找過我 那我就覺得我自己在做二手車 然後每天在踢爆你們這些有的沒有的 在嫌你們這些地方 你叫我去幫你 幫你宣傳有點怪怪的 對啊 所以大部分我就 就都沒有接這樣啦 小獅哥 記得自己是從哪部片開啟YouTube人生嗎 我真正開始做應該是 第一支片是 你們去看 有一部那個 我在那邊撞那個Artist的寶桿有沒有 然後用熱水膠想要把它復原的那一片是 我覺得是我 開始認真想要做YouTube的第一支影片 對啊那個是第一支影片 而且那時候我因為剛 踏進來這一個 想要做YouTube這件事情 所以 剪接那時候我都還不會 所以我還花了錢是去委託 別人幫我剪接的 對 然後後來 那個 認識一些YouTuber以後 然後他們聽到我那個剪接那部片剪接的價格 每個人那個口水都嗆到 他們覺得我那個剪接費太貴了 3008中古評價如何 標誌的車 中古車其實 它一直著重在它的底盤 只是 我不知道這個車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車 因為我覺得標誌的車愛的人就很愛 然後不愛的人就覺得它跟賽一樣 所以 這怎麼講 不過我是覺得你要看你站在哪個方面 因為 以它二手車的價格的確也 把它 沒有那麼容易養的這個成本 反映在它的二手車的售價上 所以有時候我跟大家溝通一個觀念好不好 我常常在介紹大家一些車 什麼大排氣量也好 一些進口車你覺得 哇怎麼那麼便宜啊 可能 maybe 200萬的車 然後隔個5年 剩下100萬 然後可能折掉100萬才5年耶 那 很多人很想買這個車 然後都問我說 欸 小事哥那我買這個雙B會不會很難養 可是其實有時候 通常喔 我遇到這個問題我一律都怎麼回答 比如說有人就問我說 Volvo好養嗎 我就直接回它不好養 比如說有人問我說 請問喔 我買一台B&W 我一年要準備多少保養費 我通常會回很多 因為我覺得 那個 觀念不太對嘛 今天如果一台 Volvo也好 這個 賓4也好 對不對 它跟這個 Yaris一樣好養的話 它不可能 5年就從200萬變到100萬 它一定是 保養費比較高 或者是妥善率沒那麼好 零件比較貴 所以造成說它折價很大 好啊 那你現在 你爽爽的買 5年折掉100萬的B&W 你買下去了 那只是代表說 你把這個多省下來的 這可能 maybe幾十萬的錢 你放在口袋裡面 以後有機會 它要保修的時候 你要 掏出來照顧它 好不好 不要再笑想說 我可以開進口車 然後我養起來又跟日本車一樣 拿到那麼好的事情 那天下好處都給你佔盡了 對不對 娶一個老婆回來什麼都會 長得又美 身材又好 C奶 D奶 E奶 F奶 對不對 然後腿又細 哇看啊 為什麼胸部那麼大 人那麼瘦 腿又那麼細 臉又那麼小 不符合人體工學嘛 還是納媚喔 所有好 又會煮飯 對不對 又 那他擺衣擺順 叫他翻身就翻身 叫他趴著趴著 有這種人嗎 對不對 所有好處都給你佔盡了 我是覺得我賭不到啦 我是覺得我遇不到啦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有一些觀念就是你想要去開一些 例如剛剛有人問的335 哇跑好快喔對不對 馬力好高喔 300多匹對不對 然後你想要買一些 Volvo對不對 好硬喔 出去撞到你都穩贏的 很少會輸的 那你又想要他養起來跟亞律師一樣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觀念 你的出發點就錯誤了啦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溝通啦 真的啦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你自己心裡面的 我覺得是認知的問題啦 不是講了我要的條件 大家都要好不好 對不對 身材好年又小啊 又擺衣擺順的 又會做家事 洗衣服照顧小朋友 然後這種東西 你可以盡量接近你的完美 但是我不認為拿到什麼是完美的東西 板娘不是符合嗎 板娘 板娘對我來說是符合啊 我剛才挖洞給我跳呢喔 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 今天場景怎麼那麼神秘 因為我在車上啊 我在等 等我老婆她去健身房 所以我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去上課 所以我就 因為我其實本來是應該 她去健身房上課 然後我也可以去健身房運動 可是我沒有健身房的會員 因為每次健身房 打電話給我說 欸 師先生你要不要加入我們會員啊 你以前是我們的會員啊 你要不要再加 我說不用 她說為什麼 你現在有去別的地方健身了嗎 我說我自己就有健身房 呵呵呵 還蠻屌的有沒有 像那個有一陣子啊有沒有 媽我對那個花旗銀行很感冒 那個花旗銀行 有一陣子幾乎三天兩頭 就打電話來 說師先生我們現在有那個什麼什麼 貸款什麼幾十萬 然後很簡單啊 什麼三天就撥款什麼利息很低啊 然後就說不好意思我不需要 然後一直打狂打喔 大概打了十次以後吧 他打來 我說欸 請問一下齁 我已經拒絕大概十次 就在這一個禮拜內 那你們是都沒有一個紀錄說 把我這個客戶紀錄登記說 這個人不需要 就是會拒絕你們 不要再打來 我說我現在告訴你 你幫我助記 你不要再打來了 好不好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貸款 然後呢 好我講完了之後齁 隔兩天又打來了 打來了 然後又一樣 又是花旗銀行 同一個齁 要辦的東西都一樣 我說欸我上一通電話 欸你們這有沒有什麼 客訴的這個機制 還是單位 我可不可以去客訴一下 因為我已經反應過 不要再打來了 為什麼你們還一直打 他說啊不好意思 那我幫你登記這樣 結果我告訴你 又打 又打 還是再打 然後打來到最後我已經放棄了 我已經放棄掙扎 他說啊 師先生你們又需要這個貸款 我說不需要 他說為什麼你這個過年啊 過年你不需要一些錢啊 我說不需要我錢很多 花不完 他說啊這個 真的嗎 花不完可能有時候 錢沒有嫌多的啊 我說我就花不完嘛 還是你要來幫我一起花 然後我就已經放棄掙 你知道嗎 我直接跟他說我錢很多 不需要 他說啊你錢很多嗎 我說對很多 花不完 真的花不完 你不要再叫我借了 好不好 還是你要來跟我借我借你 呵呵呵呵 你知道 剛剛就放棄掙 你知道嗎 外縣市人 公司最大的問題 是車賣太快 有時候往上看到要去 就顯示收訂 就不用去了 喔那個比白跑一趟還好 呵呵呵 沒有辦法 目前狀況真的就是這樣啊 因為 真的為了要公平 就是大家看到 看到車 然後試車 滿意再買 我相信有非常多 其實我遇到非常多 非常多的好朋友 他們都願意相信小事的車 他們都願意說不用看車 我就匯款 先把車訂下來 可是 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好不好 我過年前你們去看FB 有上架了一台 伊莎姆銀色的 那結果呢 下訂了之後 那個車等了客人 可能兩三個禮拜 很奇怪 因為需要他的雙證件 才可以過戶 他就一直沒有把雙證件送來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嘛 我就請柯P一直去處理 然後柯P的人也有一點不好意思 結果後來就是 我從側面得知說 他可能是客人還在猶豫不決 可能也許家裡有一點問題啊 或是什麼 可是 我真的覺得 雖然搭很好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 有一點 因為你知道很多人沒有買到那一台車 然後 我就一直等你來簽車 然後我那個車我也不能賣別人 因為照合約來說 我也不能賣給別人 我必須要等你 可是其實合約的時效也已經過了 我可以其實可以不要等你了 然後再來 我只是覺得說 那你這樣耽誤到我銷售的時間 你知道嗎 過年前 我一確定說他不要了 我一上架之後 我那是銀色的伊莎姆 有一個人就開著黑色的伊莎姆來 我店裡看那台銀色的伊莎姆 我說 欸你不是開黑的 你為什麼來看我贏的 他說小事哥 那時候我本來要買這台銀色的 結果你顯示收訂了 我就去外面找了一個車行買這台黑的 結果這台車呢 前面大撞後面也大撞 所以呢 我想要來看你這台銀色的 那我想要把這台賣掉 他覺得說他買到一台大撞的車 然後包括我 我裡面所有的服務人都跟他講 這只是代步車 那建議你說 建議他說不要這樣換了 你竟然已經買到一台伊莎姆 如果開起來沒問題 你就繼續開吧 只是你感覺心裡不舒坦而已 買到前後大撞的車 那時候我就更加深我的那個 我就覺得說 我也跟他講這個狀況 我說當初就是因為 等了這個客人 等了兩三個禮拜 然後他一直沒有告訴我 他要還不要 好像要又好像不要 所以我就一直被等到過年前 我才知道這個可以再 可以再上架 結果上架以後 你看 我就有一個客人 因為你沒有買到他 而且還去外面被騙 買到一台大撞的伊莎姆 所以 有時候這種東西 那我告訴你 依照合約三萬塊錢的訂金 我完全是可以沒收 可是我跟你說 我原封不動 還是退還給那個人 因為我希望你不是有意的 然後 然後我也不是在靠 沒收你那個三萬塊的訂金 在過生活 再者 我如果為了 站在法理上 我是可以完全沒收你那三萬塊錢 那我如果為了收你這三萬塊 被傳出去 你到外面跟人家講 我跟你講啊 我去小市那邊被吃定金三萬 或是你在網路說 你被吃了定金三萬 那對我的招牌來講 是多大的影響 我何必 我為了這三萬塊 我的招牌只是三萬嗎 不值吧對不對 不值啦 不是不值 所以 反正做服務業就是這樣啦 好啦 過年了也不要再抱怨這個 算了算了 就這樣過了就算了 反正就是 有時候還是會遇到一點這種 唉 很無奈的事情 所以 我剛剛要講回來重點 對對對 就是 大家都知道小市 有經過檢查 有經過篩選 有經過整理 但是 畢竟他還是二手的齁 就是 也許你看的感覺 跟我看的感覺是 不相同的 所以我還是建議說 最好是 還是來親自有看一下 之後 然後覺得有滿意再購買 我覺得會比較 好一點啦 要不然 以免說 我現在收了 先收了你的定金 然後 我等你 對不對 等你安排好時間 也許一個禮拜 然後 你安排時間來 看著車 看一看說 唉 小師哥拍謝 跟我想像不一樣 你就一句話 跟我想像不一樣 六個字 然後我收了你的定金 我在原封不動還給你 然後呢 我在那邊等了你一個禮拜 然後很多想買的人 沒有買到 你也白跑一趟 那我以前也遇過啊 先收了定金 然後 來 小師哥我先給你定金 我再來帶老婆來看 然後呢 隔兩天帶老婆來看 看完之後 小師哥 我老婆不喜歡 我老婆不喜歡 六個字 定金還給你 又沒了 所以我覺得說有時候就是 就是避免這些爭議發生 那大家都還 我還是希望大家就是來 然後 看得到東西 試得到東西 了解一下我們公司的營運的狀況 人員的狀況 氛圍 可不可以信任 你在買 我也跟大家強調過一件事情 不是所有 有拍YouTube的 的車行都是 可以買的 我不會去指名 到信去說 人家怎麼樣 但是我認為 如果只是依照 有在拍YouTube這件事情 然後你就 就會被認定 是一間好的車行 那我也是笑笑的 不是這樣子的 很多明星藝人 在螢光幕前面 他就是可以信的嗎 不一定吧 表現的光鮮亮麗 那他就是可以相信的嗎 不一定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還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真的 來看過我們 鏡頭拍到方向盤 然後就被ban掉帳號了 喔有啊這樣啊 有沒有這樣 有沒有 方向盤有沒有 他手要這樣 為什麼 有一個黑人啊這樣啊 然後就被 FB帳號封掉 為什麼 他以為他在手上握的是 黑人 是黑人的那個雞雞啊 那你又不是黑人 他不會這樣 我不是黑人 你不是啊 你上半身是黃的啊 喔對嘛 對嘛 我都沒有說 我只有你上半身是黃的 不要摧毀我的人設好不好 這樣 你就到時候你被禁就好笑了 欸我在轉方向盤喔 我這樣是在轉方向盤 我這樣轉過來又轉過去喔 你就是有這麼高啦 好啦 那時間差不多了齁 我也要開車了 要不然我開車 開著這個燈也有點危險 好啦大家晚安啊 新年快樂啦 掰掰掰掰 大家晚安